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花了点时间来把我主力黑果机安装好 Thunderbolt 3 外接卡 把最后缺少的一块拼图完成它 也顺便想来测试一下 macOS 内建的 Thunderbolt 桥接器网路传输功能 而且这功能只要简单用一条 Thunderbolt 3 传输线 插在两台Mac 电脑的 Thunderbolt 3 插孔上 就可以开始分享资料和互传拷贝档案 而且它的传输速度是可以高达10 Gbps 等同于10 G以太高速网路 刚好也可以来体验一下10G网路高速传输读写的魅力 但这里要先温馨提醒一下 要能达到这10G网路高速读写表现 你的电脑里最好是全部用NR2 SSD固态硬碟 读写速度最少别低于1000MBps来应付储存动作要求 不然光靠HDD传统机械式硬碟100-200MBps读写速度 是永远达不到10G网路速度的要求 依我的主力电脑现在 我是用两支SN750 500GB来做RAIN0 用在影片剪辑运算上使用 目前它的读写速度都可以高达4000MBps上下 这种读写速度在1080p剪辑是让人非常顺畅爽快的 另外两台测试机是我的2017 MacBook Pro 13吋 和2017 21.5吋iMac 这两台目前的NR2 SSD读写速度都可以在1000-1500MBps左右 所以全部的测试机台储存空间读写速度 绝对都能应付10G Thunderbolt 桥接器 网路读写速度要求 在开始测试前 把三台电脑的Wi-Fi和乙态网路都先断线 确认全部设定完成后 再一一把TP3传输线插上电脑的 Sunderbolt 3 Type-C插孔 如果线材没什么大问题 应该在每台电脑的网路设定项目 都可以看到Sunderbolt 桥接器显示为连线状态 而在右边的IP位置你可以用自动设定就可以 但我为了测试再稳定一点 是自己编了一组IP位置给它专用 免得我在插拔测试中 一直跳不同的IP位置影响到它测试传输成绩 首先测试是从我的主力电脑 传送一个约24GB大小档案 先来小试一下传输读写速度有多少 嗯?这... Sunderbolt 桥接器传输的起初速度 怎么会那么慢啊 才只有15MB每秒左右 我的妈呀是在搞什么啊 感觉这Sunderbolt 桥接器是需要在等待转换 或是相互认证授权中才能开放传输使用 而大约在60秒后 就可以展现高速读取能力到400MB每秒上下 嗯... 这是10Gbps的网路传输速度吗? 照道理也要有800MB读取速度吧? 怎么现在才只有一半的速度可以用呢? 嗯...再看看iMac这里写入速度 啊...没错 在这里显示写入速度的确是只有400MB每秒上下 而最后档案拷贝写入完成大约花了46秒 一这24GB小测试档案写入速度还算可以接受 再来做更大一点极限读写测试 我们用110GB大档案 再测试一下它的读写速度有多少 而在起初读取速度都是一样慢慢来 但在转档或是认证授权等待时间感觉是快了一些 大约在过了10秒后 就可以马上冲到300-400MB每秒左右读取 在iMac这里写入速度也是一样表现 最后110GB是用了5分钟来拷贝完成 这Thunderbolt桥接器的传输读写速度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说了 号称有10Gbps的读写速度 难道只能只有一半速度能用吗 如果比照我自己DIY组装M.2 SSD USB 3.2 Gen2外接式硬碟 相比24GB测试档案大约只要25秒就可以完成拷贝 而110GB测试档案则是在2分钟内完成拷贝 两者的读写速度也都能达到USB 3.2 Gen2 900MB每秒的高速表现 这样感觉好像用自己DIY M.2 SSD外接式硬碟来做档案资料抓换 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哦 再来测试下Thunderbolt桥接器连接到硬碟读写速度表现 在我主力机连线测试到读写iMac M.2 SSD固态硬碟 读写速度有590和299MB每秒 而在iMac这里连线测试到我的主力机 读写速度有614和400MB每秒 看样子这号称10Gbps的Thunderbolt桥接器网路传输速度 就真的只有一半速度能用没错了 但为了保险起见 我又再测试了一下MacBook Pro 13吋 和iMac 21.5吋的Thunderbolt桥接器档案资料互传 看看在纯Mac电脑下操作读写速度 有没有再快一点能达到800MB每秒左右可能性 但结果测试到的速度都是一样 最大传输速度约在300-500MB每秒左右读写 再次让我确认这号称有10Gbps网路速度都只是较爽的 再怎么快也只有一半极限读写速度能用而已 那今天测试就到这里 最后来总结一下 经过这次透过Thunderbolt桥接器尝试10G网路传档读写测试 我已经对10G网路架设没什么兴趣了 为了10G网路传输 我必须购买昂贵的10G网路交换器 而更贵大空间的NR2 SSD固态硬碟来达到它的基本要求 可是在实际档案传输读写速度 才只有一半500MB每秒左右能用 怎么算都觉得很不划算的设备投资 我个人真的比较建议投资在2.5G网路传输速度架设 因为我必须老实说 我现在的影像剪辑完成档案 还是备份在HDD传统机械式硬碟里面 不为什么 因为它的超大硬碟空间 都比NR2 SSD固态硬碟来的便宜许多 而HDD传统机械式硬碟 最大的读写极限也差不多在200MB每秒上下 而2.5G网路传输速度绝对能达到它的需求 而且现在2.5G网路设备也慢慢普及 价格也精明许多 架设起来也比10G网路便宜太多了 已经足够满足一般家庭和个人工作室存档传输需求了 但至于要如何选择 也只能看你个人的口袋深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是10G网路使用者 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新的分享 我是香小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看得很过瘾 除了留言赞美鼓励我之外 在资讯栏里面有我的频道会员连结网址 你加入频道会员帮助我 我就可以找更多好物来拍摄 把影片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支持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Rio ед迢